各位华山地区有美类的景观和主人的环境 年代有美洲民宿和餐厅业者的开业 不过因为专门交通不变 相关的参应技术也很迫提醒 为处这次华山相关 到头过水埔局的结尾 邀请专业钢苏进来 以华山六部为料理主体的开设库庭 希望提醒业者的料理的技术 去免购借习 华山地区有美类的景观和环境 年代有很多民宿和餐厅的业者在那边开业 以这次华山相关 就透过水埔局的结尾 基本就有关华山六部相关的料理库庭 贴心业者的技术 希望去免购借习近来 跟甜点跟饮料 然后就主要就是让游客来华山有更多的选择 这次华山的重点 将会放在以在地原料为基础 去做料理上不一样的变化 这样做的原因 也是拒绿到山顶的原料处理困难 最过学习的工修 电队会让业者派料理 设置基盘华山的意义 因为华山真的是水宝局 水宝局委托的 然后用在地的农测产品 最主要是以他们的食材 然后把他们设计 就用下游基本上以酱料为主 那用酱料去变化出 带出他们各家店的风格 因为上课不可能单一 因为全部都是业者 所以我会设计他们华山六宝 比如说野菜啊咖啡茶 那教他们做变化 所以他们每家店 虽然上课一样 可是每家店多出来的风味 完全都不一样 其中因为这次搜刷定的华山六部 本身就是在地业者 这么容易出地的材料 所以在一定的料理模式之下 加持国家的生活 对当创作出导管的料理 让国家有更加多的选择 这次要经过五星级的老师 来带给我们整整的三天的时间 我们精进了很多 在地的食材的应用的能量 现在的客人都希望说是 店家自己做出的东西 健康又先鲜 然后先做先吃 客人就很喜欢 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当地的 我们店家的业者 带来更多的 给带来更多的就是商机 这次的客人 创作来中的地狗的 计划基盘先隔发表会 是到除了能够看到 国家业者的手楼材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 去面UK 多多来到华山路由 平常第十位华山六部 做出来的蜜蜜的餐店 记者 还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